欢迎来到风铃漫谈,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海归,所谓海归指的是那些从海外留学归国的人员,在中国大陆这个称谓颇受欢迎。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而言,一旦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他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是回到中国,还是留在欧美国家。 近百年来,这一选择一直是留学华人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由于许多海归受到欧美人文政治、民主观念、科学以及开放社会观念的影响,他们回国后常常面临着与中国大陆相对保守的本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 此外,在中国,对于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学者来说,是否应该从政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那么,一旦选择从政,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又会如何呢?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翁文浩,他的一生为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诠释。 近80年来,中国地质学家里出了两位丞相,温文浩是第一位,他曾任中华民国政务院院长,第二位是和胡锦涛搭档十年的温家宝总理。 温文浩是中国第一位海归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中国第一位考察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研究专注的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制,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 他是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不仅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还是总统高级幕僚,那位中国总统就是带领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胜利的蒋介石先生。 温文浩先生,生于1889年,死于1971年。 浙江宁波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清华地质学系主任和代理校长。 他是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授权新华社发布的43名国民党大战犯的名单中的第12号战犯。 第一号战犯,当然是蒋介石。 1902年,温文浩考中清朝秀才,清末留学比利时,获波文大学理学博土学位。 温文浩的博士论文是用法文写的《乐新地区的韩石英宾言研究》主要分析比利时的岩浆研。 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时,他年纪23岁,成为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刘洋博士。 1913年初,温文浩回国,在北洋政府地质研究所工作。 1922年,中国地质地理学会成立,第一支十届会长都是温文浩担任的,可见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 温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皆享有声誉,英国伦敦地质学会授予其荣誉会员。 美国、德国、加拿大各地大学及研究机构亦曾分别授予他荣誉学位或职位。 1913年,温文浩和丁文江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所,当时叫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胡适称之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源头。 中央研究院评出的第一批院士里,地学界的六位院士中,有四位出自这个调查所。 作为先行者,温文浩和同事们几乎每一次调查和每一篇学术文章都在创造中国第一。 上世界二十年代,甘肃发生八点五级特大地震,他带着学生坐上罗车,完成了中国科学家对地震现场的第一次考察,写成《甘肃地震考》和《地震》两本书,拉来开中国现代地震地质科学研究的序幕,确立了中国地震带的分布。 在找到北京周口店有原始人存在的证据之前,许多人先后放弃了挖掘,只有温文浩坚持要求该所的技术源培文中身居漏视,白天挖掘,夜晚挑灯自修,最终发现了北京原人头骨。 1930年,温文浩接受中华教育基金会科学研究教授的席位,专心致力于中国地理及地图研究。 他有史入手,考证了清康熙时期黄渝全图的测绘过程及测量方法,在申报馆地图的编绘工作中担任指导和联系工作,纠正了其中错误的地理知识,并采用全新等高线及分层设色,开辟了中文地图的新纪元。 这一地图被认为是地理界的画时代剧作,影响深远。 1930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北京旧峰筹建地震台,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已建造的地震观测台。 当时,通过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推荐,温文浩请南京市东南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李善邦主持该台工作,为中国地震学初期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1年,温文浩出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 当时正值学年将中,而且经过了学生驱逐原校长吴南轩的学潮,学校事务繁杂。 温文浩到任后立即着手开展各项工作,缓和了校内的各方矛盾,使拼任教员及招生工作得以有条不紊的进行。 待学校一切步入正轨后,他推荐梅一旗接替校长一职,自己才离开了清华。 温文浩对地质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创立了燕山运动说,首先提出,侏罗纪晚期与白俄纪发生的地壳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地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撰写了,中国东部中生代造山运动、中国山脉考等论著。 燕山运动是中国地质构造运动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环节,得到了世界地质学界的承认和广泛应用,在理论上丰富了地质学的内容,推动了中国地质学的发展。 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地质、矿产勘查,发表了《中国矿产之略》等著作,首次探讨了中国的城矿规律和城矿代概念。 温文浩还致力于测绘、土壤以及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产等经济地质学的研究级组织工作。 他曾组织地质学家在甘肃、辖西、四川等省进行了中国地质科学史上的首次石油地质实地考察,为中国石油地质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2年春天,蒋介石邀请几个著名专家学者到庐山为他庙堂讲学。 但是,温文斌带着一张中国地质矿产图只身前往,告诉国家元首哪里有油、哪里有矿,如何开采和发展经济。 蒋介石听得入迷,家之两人相音相同,都是浙江人宁波地区人,蒋介石对温文浩情有独钟。 温中后成独,颇具才干,是蒋介石最欣赏的那种德才兼备之人。 于是,蒋介石当即就邀翁文浩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 翁文浩却再三表示不予从政。 蒋介石没办法,最后商定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 而翁文浩挂一个虚名,毅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研究工作。 不久,蒋介石又邀请翁出任国家教育部长,翁文浩又借口丁优,为继母守孝而奸辞不救。 在这期间,他带着学生继续对中国资源进行调查和研究,写下一篇篇《中国第一》的论文。 1934年2月16日,翁文浩到浙江长兴调查石油资源, 在武康县东代西附近发生车祸,头部重伤,被送往杭州广基医院急救。 当时的《中央日报》说,像翁文浩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五万个普通人的生命都患不来的,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 第五论南北,人不分学政都对翁文浩的生命安全表示出极度牵挂。 蒋介石总统不但亲自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而且派钱昌照和总统的医护人员赴杭州和国内外明医会诊。 蒋还派陈布雷、曾阳府亲到医院探视,政界药人及学术团体纷纷致点慰问。 翁文浩的志友丁文浩撰文, 我所知道的翁永尼在独立评论上发表, 永尼是翁文浩的字。 丁文浩的文章,细数翁文浩治学为人之道, 表明了倘若社会失去这样一位品学堪称楷模, 德才足以服众的学者是如何的不幸。 蒋介石总统亲自关注下的权力抢救, 终于使翁文浩转为伟安。 大难不死的翁教授, 为了感谢总统老乡蒋介石的知语之恩和救命之恩, 这一次不再拒绝总统请他出来从政的提议。 1935年, 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 翁文浩任行政院秘书长。 1937年, 翁文浩出任经济部长, 在抗战期间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 1945年, 翁文浩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 并任行政院副院长, 至1947年辞任。 1946年初, 翁文浩厌倦了涣海浮沉的生涯, 五次上书蒋总统, 申明自己原为对日抗战而参加政府工作, 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 坚决请求辞去经济部, 资源委员会职务, 欲往欧美游历, 考察科学技术状况, 退而研究。 然而蒋介石舍不得这样一位才华出众, 而又忠于职守的能臣, 虽然勉强同意他谢去经济部部长, 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 却不许他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 1948年6月, 翁又应蒋之邀, 任中华民国政府行线后, 第一任行政院长。 任内主持货币改革, 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 1949年初, 蒋介石下野, 温文浩于二月任李宗仁之总统府秘书长。 1949年5月, 李宗仁主事与共产党和谈失败后, 温文浩辞去秘书长之职, 并远走法国。 温文浩功行敦后, 极尽职责, 受到世人的尊敬与钦佩, 有清官和能力之名。 在国民政府中, 他始终保持书生本色, 不贪不战, 是少有的清廉正直之事。 1951年, 温文浩经香港回到中国大陆, 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 温文浩在1948年, 曾被共产党列为战犯, 回国初期, 曾因不积极批蒋介石而受到打压。 有关部门要求他学习毛泽东著作, 卸检查, 做自我反省, 反省以往错误回到人民中间, 要求他呼吁, 尚在台湾的人英快弃暗投明, 响应解放台湾, 宣告拒绝美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联系, 以抗议美帝在台湾的狂妄行为。 1954年, 周恩来安排任温文浩政协委员, 并且安排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讲述自己归国的思想历程。 当时, 李思光主持中国地质部, 他算是翁文浩的学生。 在政治第一的时代, 师生情要让位于积极情, 不获批准, 翁文浩无法继续他心爱的地质研究, 只能从事些与地质无关的翻译和学术研究, 驻人类进化史纲, 中国古代史新言等历史文章四十余万字, 翻译了近世西洋通史一书。 文革中, 因其历史问题和战犯身份, 还受到一定程度的迫害。 文文浩的大儿子翁新元, 是著名石油工程师, 1970年遭造反派拷打逼供, 含冤逝世。 1944年9月, 文文浩次子, 时任空军上尉的翁新汉, 在广西新安县上空与日军空战时受伤, 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年方27岁。 生于那个年代, 文文浩既是幸运的, 又是不幸的。 他的幸运之处在于民国时期, 完成学业后能够回国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 然而, 不幸的是, 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忧郁与孤寂。 而我们这一代海归呢? 生于当今时代, 我们既是幸运的, 却又是不幸的。 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 没有生活在战争年代, 但不幸的是, 我们却生活在一个拼爹的时代, 家庭没有背景, 意味着几乎没有上升的空间。 感谢您观看本期《风铃漫谈》。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并开启通知, 支持我们。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